清朝嘉庆年间 萧县有个富家子弟叫罗凤治 得祖宗庇佑 家里是房产遍地 奴仆成群 银子更是多得花不完 出生在这样的人家 再加上自幼被父母百般宠溺 长大后的罗凤治 跟大多数顽固子弟一样 平日除了吃喝玩乐外 其最大的爱好 就是带着帮随从东游西逛 不时干些欺男霸女的坏事儿 因其秉性喜怒无常 殷勤不定 背地里人们都叫他罗凤子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话说这天 罗凤子跨着高头大马 带着几个侍从闲逛了半日 没寻到什么乐子 郑觉兴致索然 突然就瞧见路旁一户 篱笆围着的院子里 有个面容娇好的小媳妇 正在晾晒衣服 虚 罗凤子连忙把马儿乐住 停下脚步 旁若无人地打量起来 只见那小媳妇容貌娇媚 身姿婀娜 举手投足间又风情万种 动人心魄 好漂亮的女子 罗凤子简直都要看呆了 当即不假思索地赞道 哎呀 本公子向来以为什么沉于落雁 碧月修花都是夸大之词 没曾想金儿的净见到真人了 他故意说得挺大声 这名摆着调戏梁家妇女 谁知那小媳妇非但没生气 反而转过头来瞅着罗凤子 眼角眉梢还带着笑意 嘿 有门儿 见他这副光景 罗凤子不由自主地躁动起来 这古代和我现在可不一样 那会儿但凡是正派女子 听见别人这样夸赞自己 说这些逗猫惹狗的话 肯定是扭头就走 若是遇到刚烈的 指不定还会历生呵斥一番 对于怎么辽搏女人 罗凤子可比看故事的各位在行 所以他一见这小媳妇既没有生气 也没有走开 反倒对着自己眉目传情 似乎很享受被人撩的感觉 于是连忙翻身下马 走到门口笑嘻嘻地说道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难 小娘子可否行个方便 让我到你家里逃碗茶水喝 这小媳妇倒是来者不拒 开了院门将她迎了进去 一路来到内室 罗凤子左顾右盼 没见着半个人影 心中忍不住暗息 天助我也 小媳妇安顿她坐下 转身就要去给她烧茶 罗凤子连忙阻止道 且慢 实不相瞒 我这心中只可一般茶水可解不了 唯有小娘子才行啊 说着就从怀里掏出柳银子 塞到那小媳妇手里 然后恶虎扑石一般扑了上去 这小媳妇对眼前这个衣着华丽 骑着高头大马 还带着侍从的少年公子也不讨厌 被她这么简单一撩 就像刚才遇到烈火 手里紧紧拽着银子 半推不救 俩人便顺利成章 睡倒在了卧榻之上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约莫过了二分之一炷香的功夫 得偿所愿的罗锋子心满意足的掩旗息鼓 明金收兵 俩人穿好了衣服 一围在一起坐在床边攀谈起来 罗锋子这才知道小媳妇姓范 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妾 后来才嫁到这儿 她现在的丈夫叫韩泰安 是个木匠 此时不知正在哪户人家 挥汉如雨的干活呢 看着怀里娇媚的可人儿 罗锋子怎肯甘心就做露水夫妻 于是提议道 与其跟这个木匠过苦日子 你不如嫁给我得了 范事听后秋波婉转 不无哀怨道 公子情深意厚 奴家何尝不怨 只是奴家毕竟是有福之父 岂能说就嫁呢 公子你若是真心想要娶我 就得想个法子过我丈夫这一关 罗锋子略依沉吟 笑道 这有何难 当即附在范事的耳边 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最后又叮嘱道 到时你就一计行事 保管万无一失 范事听后喜不自胜 连称妙计 二人随后又商量了一些细节 刚说的差不多 就听外面有人喊道 娘子 我回来了 一听是丈夫回来了 范事毕竟有些心虚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惊慌之色 再看罗锋子 这家伙果然不是一般人 遇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半分慌乱 反倒从容不迫地拍了拍范事的手 示意他别害怕 之后才不紧不慢地把门打开 盯着门口站着的男子 先发至人问道 你就是韩泰安 男子见家里有个陌生人也是一愣 但还是客气地答道 正是在下 敢问你是何人 怎么会在我家里 罗锋子冷哼一声道 我是什么人你很快就知道了 小子 你犯的案子发了 你就等着坐大牢吧 来人呀 把这个拐卖妇女的人贩子 给我绑了 话音未落 那几个后在外面的侍从 立即就冲了进来 不由分说把韩泰安反简 双手绑了起来 可怜的韩泰安 是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挣扎着大喊道 为何绑我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正喊着 那罗锋子却左右开弓 连给了他几个大嘴巴 打完还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 你好大的胆子 输月前将我妻子拐骗到此 今日我就要拿你去见官 走 跟我去衙门 说完就在前面带路 几个侍从泽连推带嗓的 拥着韩泰安跟在后面 一行人出了院子直奔县衙而去 看到这里各位可能有点猛 罗锋子这是唱的哪一出 难道范氏果真是被韩泰安拐骗来的吗 当然不是的 这里就得先说说这位范氏 要说此女虽然自有容貌出众 但为人不太正派 还带自归宗时 就和邻家一些轻浮少年勾勾搭搭搭 不清不楚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过开放 名声自然就不太好 所以等到十七八岁该嫁人时 哪有正经人家愿意娶她回去当妻子 弄到最后 就只得勉强嫁给了一个叫黄萍的人 做了小妾 说起来这个黄萍其实也不错 原是大户人家的子弟 家境非常好 她本人也在府衙里任职 范氏嫁过去后 没过多久 黄萍的正妻就发现她举止不怎么端庄 于是就跟丈夫说了 起初黄萍只以为妻子是出于嫉妒 才说些毫无根据的话 可渐渐的 她自己也发现范氏果然不够贤良淑德 这才知道妻子所言非虚 而她原本就在府衙工作 结交的都是些很在意礼仪廉耻的人 时间一长 就连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劝她赶紧修了范氏 免得留在身边惹些祸端 影响她的仕途 有了羞怯的念头 黄萍也没瞒着范氏 直接就和她摊牌了 范氏听后倒不以为意 就只提出一个要求 别送她回娘家 找个人让她改嫁就成 黄萍这人心地善良 知道若是直接送范氏回娘家 她脸面上确实不好看 于是就答应了她 可是因为范氏名声在外 周围哪有人愿意接受 无奈之下 黄萍只得把这事儿交给了媒婆 凑巧那会儿韩太安正好在府里干活 有个媒婆知道她未曾娶妻 于是就跟她讲了此事 还说这黄萍黄大人 虽是打发小妾出门 但人家不但不要钱 反而愿意倒贴彩礼 就问她有没有兴趣 韩太安这些年一直打光棍 正愁没有妻子 见有这种好事自然是满口应成 就这样 范氏嫁给了韩太安 不过 南范儿可不像现在 有什么婚姻登记 这种事也不会通过衙门 只要民间双方认可就成 所以黄萍就只是写了一纸婚书 让韩太安收着 叮嘱他妥善保管 若是日后一道纠纷 可以此为平 言归正传 说回罗疯子让人把韩太安绑了 一路理直气壮地压着来到县衙 状告他拐卖良家妇女 也是韩太安没运当头 这支线是个糊涂官 他见罗疯子在宫堂上面无巨色 一口咬定韩太安拐骗了他妻子 心里就不游信了几分 只是他哪里知道 罗疯子本就惯常干这种 欺男霸女的勾当 假的当作真的 黑的说成白的 扯起晃来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再看韩太安呢 本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平头百姓 几时到过官府 此时正战战兢兢的贵服在地上 一副怕得要命的样子 磕头如捣蒜 嘴里不停地分辨道 冤枉啊老大人 这范氏是小人明媒正趣 家里有婚姝为平 还有媒婆也可以替小人作证 其料支线却不看他说的这些证据 而是自作聪明地说 你们这事儿简单 只要问一问当事人范氏 熟真熟假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来呀 去把这夫人火速带来问话 没过多久 范氏被带到 支线指着罗 韩俩人问道 范氏 这二人谁才是你的丈夫 范氏早就和罗锋子谋划过了 当下就按着他的吩咐说道 回大老爷 民妇本是罗凤志的妻子 数月前回娘家的路上 被韩泰安这个恶贼强拐致辞 刚来时他对我师友打又骂 不给吃也不给喝 民妇为了活命 只得委屈求全 全且做了他的妻子 好在老天开眼 我相公今日寻到此处 刚好看见民妇在院子里晾晒衣服 我夫妻二人才得以重逢 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请老大人替民妇主持公道 盼我回原来的家 另外也希望大人 言成这个罪恶多端的人贩子 听他说完 支线忍不住沾沾自喜 心说自己果然抓住了此案的关键 不费什么功夫就查明了实情 当下便以拐卖人口罪 将韩泰安收监关押 至于犯事 自然就让他跟着罗疯子回去了 受了这不白之冤 韩泰安怎么咽得下这口热气 于是在牢里不分白天黑夜的大喊冤枉 吵闹不休 可这监牢是什么所在 不等御族们动手收拾他 同牢房的其他犯人 就嫌他搅扰得不能安生 一拥而上按住他就是一顿暴揍 韩泰安也是个倔脾气 等众人打完后他又继续喊 结果就是喊一次冤挨一顿打 挨一顿打心里就绝望一分 如此苦挨了一段时间 眼看叫天天不灵 叫弟弟不应 已然深冤无忘 韩泰安便生出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这天他不吵不闹 默默地坐在一旁 等到晚上就解下腰带上吊了 好在他命不该绝 断气之前就被同牢房的人发现 将他解救下来 还把这是汇报给了牢头 出了这档子事 牢头就暗自琢磨起来 心说这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还要坚持喊冤 如今又不惜上吊字迹 难道此案果真冤屈 不知是出于公义还是出于同情 总之次日一早 牢头就把牢里的情况 向支县做了汇报 听说差点闹出人命 支县没奈何 只得重新审理此案 得知这个消息 韩泰安的心里又有了希望 他寻思自己既有物证又有人证 重审必然是胜券在握 可他不知道的是 罗疯子预防有这一天 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 等再次升堂时 韩泰安又一次大受打击 原来罗疯子不但送了一大笔钱给支县 另外还雇了对夫妇假扮饭式的父母做人证 在公堂之上 这对夫妻只说女儿嫁的是罗疯子 他们并不认识什么韩泰安 至于当初那个媒婆 也是口否认给韩泰安述过这门亲事 到了这个地步 韩泰安几乎绝望 婚书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于是就提出回家取来请支县过目 然而支县却冷冷说道 只有一纸婚书无法作证 谁知是不是你请人写的 到了此时 韩泰安终于明白 自己根本无法打赢这场官司 好在支县心里有亏 担心把韩泰安关进牢里 会闹出人命 于是当堂断案道 诸多人证可以作证 这犯事就是罗凤智的妻子 至于韩泰安拐卖人口 念你已经坐过一段时间的牢 本官就不予追究了 支县这话什么意思呢 简单点说就是这案子就此了结 大家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韩泰安回到家里 邻里都来劝他 既然不用坐牢 那就好好过日子 别再追究此事了 虽然大伙是一番好意 但韩泰安却是个执拗性子 他不相信这个世道没有天理 心里一直琢磨 怎么才能给自己讨回公道 思来想去 他认为要想翻案 只有找到当初把饭是许给自己的黄平才行 主一打定 韩泰安又来到府里 见到黄平后 就把事情的始末详细说了一遍 黄平听后勃然大怒 他非常同情韩泰安的遭遇 略一沉吟便面受机一道 要还你清白不难 你明日就到衙门如此如此 次日一早 韩泰安就把黄平告到府衙 告他把别人的妻子嫁给自己 害得自己受了冤屈 还背上个拐卖人口的罪名 黄平这边也没闲着 他也把罗峰子告了 告他涉嫌欺诈 明明范氏是自己名媒正取的小妾 他却说是他妻子 一致自己被韩泰安告到了衙门 于是两个案子并成了一个案子 游知府统一审理 消息很快传到罗峰子耳朵里 听说自己被告 他自然不肯坐以待毙 当即便决定主动出击 他也一纸诉状递到了府衙 那罗峰子告谁呢 他告的是黄平 他在状旨里说 起初听汉泰安讲犯事是从黄平家取来的 那会儿他还不相信 如今看来果真如此 所以 这黄平才是拐骗他妻子的人贩子 嘿 你看这罗峰子告人还告上瘾了 升堂后 知府一瞅 堂下除了相关人等外 竟然还跪着两对夫妇 疑问之下都说自己是范氏的亲生父母 这其中一对大伙都知道 就是罗峰子花钱雇来的 都老演员了 而另一对自然是真的 是黄平派人去范氏老家接过来的 了解案情后 知府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命人把这两对夫妇 带到不同的房间关着 然后就和范氏拉起了家常 闲谈中就问起一些生活细节 比如父母姓名生辰 小时候都喜欢吃什么 邻里都有些什么人 诸如此类 不亦而足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知府来到 关着罗峰子带来的那对夫妇的房间里 先是问了些基本问题 二人倒是对答如流 即使问到范氏小时候的事情时 就开始支支吾吾 回答得似是而非 不甚详细了 知府看在眼里 了然于胸 随后又来到黄平带来的那对夫妇房间里 同样的问题 这对夫妇应对自如 讲起女儿小时候的是真情流露 还旁征博引说出许多生活中的小事 等说到女儿如今因为不守妇道 惹出这场官司 老两口又是羞愧又是痛心 忍不住老泪纵横 知府回到公堂落座 经堂木一拍喝道 来人 把这对假扮他人父母的刁民拖下去 重打三十大板 两旁差异应声如雷 上前将罗峰子雇来的 那对夫妇拖下去一顿好打 等打完再拖上来时 二人的屁股已经开花 此时又听知府一声断喝道 你二人假扮他人父母 证据确凿 你们今日是要死还是要活 俩人挨了打 又听知府这话 当场就被吓得六神无主 于是拼命磕头如捣算哀告道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知府道 饶你们一命也不难 说吧 是谁指使你们假扮饭是父母的 就是罗峰子 是他给了我们十两银子 让我们这样做的 二人争先恐后 把罗峰子花钱 让他们做假承的事交代了一遍 当初那媒婆见大事不妙 为了免受皮肉之苦 不等知府问话 连忙主动将自己做假承的事也招任了 大事已去 独目难知的罗峰子 无力的瘫软在地上 只得一五一时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到此 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罗峰子因贪淫好色 强占良人妻子 又诬陷他人入狱 被判冲军千里 永世不准返回原籍 至于范氏 原本知府要判还给韩泰安 但韩泰安却坚决不要 他上前禀道 小人之所以坚决追查此案 一来是小人生平安分守法 绝不肯背负这拐卖人口的恶名 二来则是想为自己讨个公道 如今真相大白 小人冤屈已经洗脱 至于这副人怎样发落 但凭大人做主就是 小人这辈子宁愿打光棍 也不会再与这种无情无义之人过日子了 知府见他态度坚决 虽也不再勉强 于是就将范氏判了个官卖为奴 那对假父母和媒婆则被各打了五十大板后赶出公堂 其他人等一律无罪 当堂释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